亲民儿童五天的连续假期 花莲旅宿住房率达到九成的水准 民宿前三天的住房率几乎满房 旅宿业者分析因为五天连假出国选择不多 旅客多半选择在国内旅游 国境开放之后外国游客也明显增加 今年亲民儿童连假自4月1号到5号 公路总局预估 连假期间书花路郎南下交通量最高峰 将达到单日两万四千辆 每日平均一万六千辆的车次 而花莲饭店业者以及旅宿业者都表示 除了年假之外 这次的亲民假期是最长的一次 民众出游意愿也相当踊跃 目前1号 2号 3号 几乎花莲的住房率大概九成以上 那前一天31号跟4号 基本上人就很少 到5号几乎都没有人 其实廉价现在都长这个样子 花莲在亲民儿童廉价 前四天的住房率都有九成以上 整体来说与以往持平 原本预期国境开放之后 住房率会下降 但整体来看比预期影响更少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道